第二百三十五集 五姬今年不过十六七岁,开心地连忙点头,密色的牵腰露在外面,像是一尾皮肤柔软光滑的小鱼,转身就跑去了茶水间。 大殿上再一次沉寂下来,燕巡对着阿金淡淡说道,"你先下去吧,"阿金微微愁愁,轻声道,"陛下真的不用请大夫过来看看吗?" 不用,"燕巡静地摇了摇头,神色很是平静,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阿金的眼睛轻轻地瞟过桌面上的那封书信,几个字迹跃入眼帘,他微微心惊,连忙弯下腰,轻声道,"陛下早点休息,"再没有声音传来,阿金转过身去,抬脚走在空旷冷寂的大殿上,两旁的沙杖轻轻飘动,黑色的柱子上雕刻着五彩的祥瑞飞鸟,飞鸟的背上坐着两名女子, 一人衣衣衫飘飞,大富翩翩,显然是怀有身孕,另一人手持战斧,眉眼淋漓,竟是燕北的双神。 皇上,喝点茶吧,"哎呀,"身后突然传来少女的惊呼声,隐隐带着几丝哭腔,"奴婢该死,把心弄湿了,奴婢该死,"没事,"低沉的嗓音静静地响起,"去扔了吧," 住进了诸葛岳与咸阳的别院,坚实不得,吃了大亏。 阿金默想着那偶然喵到的几个字,森冷的味道从遥远的咸阳传来,一路飘进了燕北的朔方宫里,沉重的殿门被内室拉开, 阿金缓缓地走出去,夜里清冷安静,燕北的百姓们今年已经失去了欢度佳节的心情,战争,赋税,奴役,死亡,鲜血,几乎弥漫了整座高原。 吴先生和秀丽将军的离去更是让这个铁血的政权显得更加冰冷,死亡麻痹了人们的神经,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生活着,并将曾经的那些欺许和念头深深地压抑下去。 一直走到了九重宫门外,才拿到了自己的佩剑,门前的地面有些血腥,几具尸体随意地倒在一角宫门的侧方,身上满是枪痕,被乱枪捅了个稀巴烂。 皇宫侍卫们正在将另外两名尸首抬上小车,对着赶车的侍卫说道,"赶快拉走,待会儿天亮了,大臣们就都来请安了。 ,"怎么回事?"阿金问道,"啊,是大同的余念,"一名也曾经出身于大同的士兵,毫不避讳地说道,"已经是今晚的第二波了,庄大人死后,他们就越发猖獗了,名刀名枪的也敢往里冲。 阿金缓缓地皱起眉来,想必不是猖獗,而是一种绝望的自杀吧。 大同有自立的首领已经被陛下杀了个金光,几百年的老牌组织,这么多年都没人能够真正地将他们消灭,没想到竟然终结在自己的发源地之上了。 ,"小心防范着,将军放心吧,"一名侍卫笑着说道,"我们当年可是楚大人亲自调教的,有我们哥几个在,一只蚁虫也别想悄无声息地飞出去。 话刚说完,那人就顿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楚桥已经判出了雁北,怎能还成为大人呢? 将军,晓得,晓…… 阿金没有说话,转身就静静地离去了,月光照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片惨白的光,整个雁北都在想念他,不独有那一人。 命运总是这样一往无回的,如同离玄的剑,射出去了,真的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阿金微微摇了摇头,厚重的雕球披在肩上,温温地暖,红叶是在黎明时分被雨声惊醒的,空旷孤寂的大殿上,他独自一人在榻上枯坐着, 一身青蓝的绸缎工装上沾着点点湿润的汗水,冷风吹来,从脊背上爬起,顺着梁沁沁的汗一点点地爬了上来,肌肤上生出一心细小的玛丽,他轻轻地搓了搓,却发现指尖更是冰冷一片。 床榻的另一侧,一封洁白的信件静静地放置着,已经有些破损,可见已经被人摸缩了数次,他的眼神有些冷静,雨滴滴答答地落下来,窗口的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大殿上的围蔓轻轻飘起,像是五肌柔软的腰。 行事危机,贤帝有三条出路,其一,取纳兰氏而代之,废右帝,软静长公主,杀静江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掌控怀送军权。 第二,求取长公主,以摄政王之名对抗静江王,启东于诸省,保荆基之地。 第三,求救大下,和亲联姻,但切不可沾染大下皇族,以防国性有变。 此人需要手握兵权,年纪相当,出身于大下世家,背景雄厚,位高权重,并且被大下朝野所记。 一旦昏书公布,静江王必不敢贸然发兵送金,只待春迅已过,江永一带发兵冬雨,此为必解。 不用掌灯细看,一切早已烂熟于心,红叶静静静地靠在床头,双眼如鼓波伸井。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燕北与怀送联姻,既可解静江王叛乱之威,又可为燕下之战增添伐码,以东一西夹击大下,互为生远。 然而,他终究还是不肯的,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手握兵权,年纪相当,出身于大下世家,背景深厚,并且为大下朝野所记。 这样的人,天下又有几个,红叶微微挑起嘴角,扯出一个淡漠的笑来。 兄长,你终究还是放不下的。 大下正与燕北开战,东北也有一族叛乱,国内党伐争权,皇室明显力不从心。 怀宋和大下多年无战事,关系比殿堂更加温和,兼且怀宋乃是商贸大国,国库附属,大下绝不会放弃这个笼络怀宋的大好时机。 然而,这位首长一方重兵,兼任大下司马高位,背有庞大家族势力,纵横青海的无冕之王,又怎会轻而易举地任人摆布。 两次燕北大战之后,天下谁人不知诸葛四少对秀丽将军的一颗痴心,也许在一般人的眼里,会有一番江山和美人的角逐较量,会猜测诸葛月面对这样的诱惑会做何选择。 但是,他却知道,这场和亲注定不会成功,不是因为他对诸葛月的了解,而是因为他对燕巡太过了解。 你怎会坐视擒敌,再得怀宋助力,成为怀宋的摄政亲王? 你有这种建议,想必就已经在心里确定那人不会任你摆布了吧。 这般做的结果,无非是暂时拖延怀宋战局,并且离间了诸葛月和大夏朝野的关系,将他推上一个风口浪尖,平白得罪了大夏朝野百官和怀宋群臣。 不仅如此,诸葛月若是敢公然聚婚,那么诸葛一族在怀宋的所有经济贸易必然遭到怀宋皇室的垄断和打击。 这样一来,诸葛月在家族的地位将会一落千丈,哪怕他身为大夏唯一一位身兼长老院元老和属地藩王的实权人物,也会受到重创。 青海和大夏离心的结果,就是燕北游刃中心,对两方分兵击溃的大好时机。 这种种的关节,他早已想通,只是却久久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兄长果然不同凡响,四两薄千斤的几句话,就在大夏境内掀起一场瓢泼大雨,而他唯一没有算到的,想必就是他的玄莫贤弟,正是他怀宋长公主纳兰红叶吧。 黑暗中,他微微地眯起双眼,秀丽的眼眸中,隐隐有风波流动,所有的思绪和念头都在脑海中翻涌。 他反复在想,他毕竟不知道玄莫即是红叶,如果知道,必不会将自己也当成谋算的棋子。 可是冥冥中,却也有那么一丝苦涩的难过,毕竟他在要求自己嫁给别人。 兄长智谋如此高绝,十二年相交,却如此粗心大意,此玄莫非彼玄莫,你竟从未看出吗? 手指木然用力,白皙的指尖将信件团团紧握,一丝低沉的嗓音缓缓吐出。 既然凶有意,弟祝你一臂之力,又有何妨? 真黄一下子就乱起来了,就像是一锅沸腾的开水,怎么也无法看清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在翻腾。 怀宋的和亲文书下达之后,整个皇城都在一时之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一国公主下架别国臣子,这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只是那都是在别国没有士林皇子的情况下的权益之地。 而如今,大厦士林未婚的皇子众多,赵彻赵阳都是青年才俊,尤其是赵阳,地位更是稳固如山,大权在握,实乃大厦第一人。 而怀宋也经时不同往日,纳兰和亲年纪又小,纳兰红叶掌权多年,名为公主,实为怀宋女皇。 这个和亲的对象可不仅仅是一个和亲驸马,极有可能成为怀宋的摄政王。 这样的情况下,本不该引别国势力进驻,奈何怀宋内乱迭起,朝野不稳,急需外面的势力进驻威慑。 如此一来,一切就显得合情合理的多了。 但是,当怀宋使节在大厦朝堂之上爆出诸葛岳的名字的时候,整个朝野再一次震动了。 两年前,诸葛岳死讯传回,雁明官下下军大败,他的名声也就此跌入谷底。 不想两年之后,此人竟然与亲海迅速崛起,带着赫赫重兵返回故国,一跃成为满朝文武中最有权势之人,便是赵阳也要对他平静三分。 而如今,怀宋公主却自动送上门来,一旦诸葛岳成为怀宋长公主的驸马,那么诸葛伐的势力必将再来一次可怕的飞跃。 手握本土封地,青海兵权,倾国之财,外有怀宋为助力,无人会怀疑诸葛伐不会成为下一个木合室,而诸葛岳也会一跃成为大厦的第一泉城。 但是,尽管有这么多可怕的后果,但是赵氏皇族却无法拒绝这个烫手的山芋。 先不说国内的经济情况和西北的战事,就看之前的几次北伐来看,明显燕北和怀宋殿堂之间是存在某种潜在的联系的。 如今秀丽君楚桥离开燕北,与殿堂的关系破灭,那么怀宋呢?如果大厦再与燕北开战,怀宋会有怎样的态度? 而如果怀宋的长公主驾与诸葛岳,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得到扭转? 即便明知前面是个无法看清的谜局,大厦也不得不走进去了,毕竟目前所担忧的一切问题在西北战事面前都不算是问题。 再有一个多月,冰雪消融,燕北的大军便又要扣关了。 当天下午,皇帝的圣旨,家族的密信,还有诸葛岳的私人情报消息,三路信使先后离开了真皇古都,一起向着暖水岭而去了。 赵阳坐在大厅里喝着茶,阳光从外面照进来,洒在他年轻英俊的脸颊上,看起来英姿勃勃。 十六皇子赵祥坐在一旁,正在百无聊赖地逗弄着一只会说话的鹦鹉。 鸟儿上窜下跳,不时地轻着赵祥手心里的道骨,却并不听话地说话,气得赵祥不时地骂他一句。 十六弟,你对这事怎么看?赵阳突然开口问道,赵祥也不回头,大厅里暖融融的,地上是厚厚的皮球地毡,香炉里熏的是上好的香料。 十六皇子慵懒地问道,哪件事啊?怀送公主和亲一事。 赵祥文言邓时转过头来,怒气冲冲地说道,诸葛家那老四运气太好,死了一趟带回几十万的死中军队,如今又有这么离谱的桃花运,简直气死人。 赵阳却并不气愤之色,不动声色地说道,只是运气好吗? 赵祥没有听出兄长话里的意思,成声说道,按理说,怀送公主若是要和亲,你选十四哥你的。 再不计也是老七,怎么会轮到诸葛月呢? 听说青海那边都叫他青海王,照我看,再用不了多久,他就要成为怀送的摄政王了,将来怀送的皇帝没准就信了诸葛。 十四哥,你说这样算不算我们大厦把怀送兼并统一了? 赵阳扑斥一笑,说道,这样的统一法也够窝囊的,就怕将来的诸葛宋皇比纳兰宋皇更让人头疼。 赵祥想了想,说道,不过我看的诸葛月虽然阴阳怪气,但是人还不算坏,也算是忠君爱国。 忠君爱国? 赵阳挟着眼睛打亮着赵祥,成声说道,你也这么看他,我曾经在上午堂和他同述过一段时间,此人心智坚韧,不和一般世家子弟同流,而且为人极有见解,我以为他是王左之才。 王左之才? 赵阳摇头道,岂是屈居于人下之辈? 不过就算他忠君爱国,忠的也不是你我这个君。 第236集 赵祥面露迷惑之色,疑惑地看向赵阳,赵阳也不解释,只是淡淡的,此事绝不会这样简单,定是有高手在推波助澜。 不过,哼,他突然冷笑一声,大家都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诸葛月却未必如此以为,总算有人敢倒塌的逆龄了,我倒是想看看,这位青海王会对此事作何反应? 风起倾平之末,或许一场风暴就要来了吧。 日子似乎是偷来的,没人的时候,楚桥总是会不时地走神,他静静地看着太阳东升又西落,夜晚一次次地降临。 新年来了,新年又去了,时间从指尖悄悄地流淌而去,甚至看得到涌动的脉络,像是清澈的水。 开始时的激动渐渐退却了,生活重新开始转动,他看着天空,鸟儿扑梭梭的由北方飞来,翅膀穿梭过高远的天空,蜿蜒地划过或青或白的痕迹。 他想,他们大概是回家去了吧,他住进诸葛月与咸阳的别院,没有什么借口和理由,诸葛月只是问问他,愿不愿意和他一起过年,他想了想就答应了。 这真是很朴素的一个新年,没有奢靡的宫廷歌舞,没有婉转的铃人长调,没有锦绣的珍修美食,可是却有一份难得的安静,一份心里的真正平和。 这几天,他和诸葛月去了很多地方,走过悠长冷冀的小巷子,走过古板破旧的矮庙宇,走过街边的小吃,一起进了人几人的庙会,还在新年的晚上一起放了很长时间的炮烛。 那些炮烛声劈啪作响,就像是两年前的那个晚上一样,他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满眼的烟火灯火,一种久违了的快乐静静地将他包围。 周遭灯火阑珊,他站在人前,为他挡住拥挤的人潮,偶尔会皱着眉回来呵斥他,像是一个别扭的孩子。 烟火在他头顶上的天空绽放,岔子烟红的,余光映照在他的脸颊上,很漂亮。 是的,是很漂亮。 楚桥词穷得想不出别的形容词来形容他所看到的一切,他似乎突然被封从战场卷入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他看到了和煦的阳光,温暖的湖水,快乐的人群,还有泄去了一切挣扎和防备的诸葛月。 这个曾经对着他横眉树木,对着他拔刀相向,对着他屡失元首,为他显富黄泉的男人。 他此刻活着站在他的面前,皱着眉赤他像个土豹子,他突然觉得时间是他从老天那里偷来的,每一秒都是那么的珍贵。 世界都是火树银花的,他的眼睛却只装得下一个人,像是深沉的海水,在冰封之后从心底涌出来,温暖着他冷却的四肢和麻木的大脑。 生命在绝路开出了绚烂的花朵,五彩缤纷地开在腐朽的树木上,他站在黄泉的彼岸摇摇地看着,他想,或许那就是一种叫做新生的东西。 虽然,即便是眼睁睁地看着,也觉得离得那么远。 房门半长,他站在院子里,蓝紫色的衣衫上绣着大朵锦绣的金锦花,月亮的光滑罩罩在他的身上,有明晃晃的光滑。 看着他,似乎想说什么,却许久没有开口,月色有些凄迷,隔了几条街的广场上还有热闹的锣鼓声不断地传来,平平胖胖,那么喜庆。 即便看不见,楚桥还是可以想象得出那些普通百姓们开心舞蹈的样子。 时间好似过了很久,这又好像只过了短短的一瞬。 开口说道,睡觉去吧。 楚桥点了点头,很平静地微微一笑。 你也是。 房门一点点关上,连带着将外面的月光也阻挡在外。 一道,一线,终于归于黑暗。 他站在门口,手指按着门飞,外面的人久久没有离去。 风有些凉,呜呜地吹,窗外树影晃动,猙獰在窗子上投下摇曳的影子。 庚楼里的时间一点点的逝去,终于有沙沙的脚步声响起,很慢却还是渐渐地远了,越来越远。 窗外的风突然就大了,连门都挡不住,顺着门缝冷冷地吹进来。 楚桥将头抵在门飞上,黑暗中他缓缓地闭上眼睛。 诸葛月回来的时候,月妻刚刚收到了小飞的家书,如今已经贵为将军的年轻侍卫满脸含笑,乐呵呵地将信件放在袖里。 月妻心情很好地站在门外,见了主子也难言脸上的喜气。 小飞来信了。 嗯,月妻呵呵一笑,说道,海儿满月了。 多年的并肩作战,诸葛月和月妻之间名为主仆,实则已和兄弟相差无几。 想起临走前,小飞刚刚又为了月妻诞下灵耳,不由得一笑道,等我回去,为你儿子准备一份大礼。 月妻笑着说道,多谢少爷。 莫儿可好。 好。 月妻清脆地答道,那个当初被诸葛月带回去的欧阳墨,现在由小飞教养。 对于这样一个失去所有亲人的孩子来说,也许这样对他才是最好的选择。 跟着白夫子学针灸呢,天赋极高。 主人,方楚由外面走进来。 月妻外出领兵之后,方楚就成为了诸葛月的贴身侍卫。 他出身青海,父母都是祖辈上犯了错被贬出西蒙的罪人。 被诸葛月收服之后,一路跟回了大厦,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但是性格坚韧,绝不是一般的平庸之辈,就连月妻也对他另眼相看。 封将军来信了,信件上火期完好,诸葛月面不改色地看完,随后交给月妻,待他看完成声说道。 你怎么看? 赵阳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一旦妻殿下回国和少爷联手,他这两年来建立的势力就会松动。 魏光已然垂垂牢矣,魏书叶却是个另有心思的,他不能不防着。 诸葛月淡淡地点了点头说道,此人最实实物,心生蹊跷,奈何也被蒙了心,这个时候还做这样的打算。 我们该怎么办? 找原计划行事,吩咐许阳多留点心,这个时候他翻不起什么浪,与其担心他,不如留点神看着燕北的动向。 方楚点了点头,诸葛月又问道,何度的事进展如何? 少爷放心,所有陈月的生意都在紧急运转,赵明公和梁先生已经暗中招募了大批各行各业的人才。 典堂大皇对我们所托之事很上心,亲自派了孙大人协助,况且今年粮食丰收,也不必在衣服内录了。 诸葛月点了点头,家里还好吧,青海如今主事的人是方光浅,方光浅是方楚的亲叔叔,也是诸葛月在青海的部下,方楚面无表情的接口道, 叔叔昨天来信说家里一切都好,大家都在等着主人回去。 嗯,诸葛月默默点头,说道,告诉大家加快手脚,我们时间不多了,一旦这边的事一了,我们就回去。 方楚点头,垂手就退了下去,见方楚走了,月七才微微皱眉说道,少爷,属下不明白。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月色清幽,将皎洁的光柔柔地洒在他的肩上,男子的面色带着几分清冷,双目狭长却再无年少时的飞扬,沉如古井微波,淡定润和。 你是想说,为何不趁着大厦内乱,门阀疲惫,万有强敌的大好时机揭竿而起,控制家族,再取肇事而代之,对吗? 月七一惊,顿时跪在地上,却直言说道,属下大胆,但是属下的确是这样想的。 大厦对我们不仁,家族也对我们不义,少爷两年来受尽屈辱,为何要在此时对他们施语援手? 大不了我们就回青海去,反正姑娘现在在这儿,咱们也不怕他们威胁。 青海地广物博,即便是西蒙一统,我们也未必怕了他们。 月七说完之后,却久久没听到诸葛月的声音,他大着胆子抬起头来, 只见诸葛月举头望天,原本清俊的脸上已然附上一层疲劳的暗影, 双眉间的纵纹深深促起,满是岁月的沧桑。 月七,家族再不好,总是你我少时安身立命之所在, 大厦再不好,总是我们的故土,如今故国内忧外患,强颅虎视, 你我如何忍心在满目苍疑的国土上再燃起一封狼烟? 月七文言顿时愣住了,却听诸葛月继续说道, 更何况照彻于我,绝不是滴水之恩。 诸葛月说完就离去了,为剩下月七愣愣地站在原地, 仔细思索着诸葛月的那一番话,他不知道心底是何感觉, 潜意识里他知道少爷是对的,可是想起这两年来的遭遇, 一股悲愤不平之气又欲结于胸,无法排遣, 难道少爷他就真的一点也不在乎吗? 诸葛月当然是在乎的,漆黑的卧房之内, 想起了短促的倾向,如何能不在乎, 那幼时如畜生土狗般在家族求存的日子, 如何能不在乎,一次次的满心远至, 却终被打击溃败的沮丧, 又如何能不在乎,九死一生的逃回之时, 迎面而来的是口水和耻辱, 不能忘,死也不能忘, 他不愿再去想刚刚的感受, 越其吐口而出的那番话, 又在他的心底掀起了怎样激烈的巨浪, 男儿道死心如铁, 一神奔波, 所求到底为何? 难道不是建功立业, 不是出人头敌, 不是一招登上万圣之尊, 呼云唤雨, 一呼百应? 那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无论对任何男人来说, 都是永远也戒不掉的大麻, 当他于那样的绝地死地逃生之后, 迎面而来的没有一丝温情, 他声名狼藉, 被国家抛弃, 转瞬间成为了大厦的公敌, 他不是圣人, 心中怎会无恨? 或许真如楚桥在坟前所说一样, 在看到大厦在燕北的攻势下屡战屡败的时候, 他的心敌也会莫名地生起一丝快慰, 在大厦内部腐朽, 越发出现溃乱之势的时候, 他也曾想过挥军东径, 取大厦而盖之, 以强硬的武力来一雪前耻, 俯视那些曾经狠狠踩在他头顶的肮脏嘴脸, 可是, 真要走出那一步的时候, 他却退却了, 青海平原上, 那些上海吃不饱, 穿不暖的眼睛, 殷切地望着他, 那些在他无路可去, 慷慨收留了他的人们, 还在等着他带给他们一个不用死人的冬天, 是的, 他无法去和月妻说, 无法去和那些一直追随着自己的部下说, 他们定会瞪圆了眼睛看着他, 然后问他, 少爷, 难道你要为了几个青海的土豹子放弃夺取繁华的西蒙? 是啊, 不过是一些祖祖辈辈跋涉在囚牢之地的死囚后代, 不过是一些不同圣人教化的土豹子, 若是在曾经, 他也会这么想, 并且嗤之以鼻地不屑冷亨, 打丈夫有所取舍, 当至存高远, 而不是做妇人之态的悲怯愁愁, 可是终究有什么东西还是改变了他, 当他生命狼藉地被天下人摒弃的时候, 有人为他开了一扇温暖的门, 尽管门非破旧, 房子漏雨, 可是他却是坐在那里, 喝下了生平最温暖的一口粥, 那个时候, 他突然就理解了楚桥, 理解了那个总是一脸坚韧叫他等着桥的少女, 他感谢上苍,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他可能永远都不会了解他, 不会明白那种创造和守护的乐趣, 他惊奇地发现, 那种喜悦竟是丝毫不弱于征服和摧毁的, 至于大夏, 至于恩仇, 至于争霸西蒙, 他缓缓地闭上眼睛, 自己跟自己说, 我分得清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他还需要去争, 去周旋, 用自己的能力去维护, 去拼抢, 他还是要同朝野上那些各怀心思的人博以谋算, 还是要在战场上和政见不同的人兵容相见, 纵然他致不在夺取大夏, 但却不愿坐视他退败沦陷在别人之手, 况且, 如今的他, 也已然无法退却了, 当他带兵杀出翠薇官的时候, 当他接任大夏兵部司马的时候, 在他一力阻挡了大夏对殿堂之战的时候, 一切就已成定局, 他想起当年重途末路之下, 他和赵彻在东湖寒地上发下的誓言, 眼角微微升起一丝冷冽的锋芒, 这时, 一双平静的眼睛突然透过漆黑的雾癌看了过来, 那目光那样温和, 可是却隐隐透出一丝无法掩饰的悲伤, 他静静地闭上眼睛, 手指摸缩着洁白的卑鄙, 他微微笑起来, 笑容苦涩, 像是冰冷的雪, 一切开始在结束之后, 他们总是这样, 不和时宜地相遇, 不和时宜地离开, 命运推着他们, 走在一条看不见龟路的小径, 跌跌撞撞, 一路擦肩。